如果大家有看到我在星期一 讲过的MIHK每周通讯 知道在未来的2019年1月份 我们应该都会下跌制 制造了少一点的节目 我现在都很惆怅 是否保持什么节目 哪些节目要保持 现在两个人在我旁边 一个真心玩玩具的傻子 早就已经说 原来要保持我的节目 那我给你了点赞卡 我正在考虑 我正在考虑 这些而已 但如果想保持试题的节目 你都可以P.M.我 即是告诉我 我也要考虑粉丝的意愿 当然我另一件事要考虑 就是成本效益 有没有足够的恢复 回来可以营养下去 这是一个很酬随的问题 但亦是经营的网台是这么难 我又不会闷黑人 我又不会砌一个人出来 譬如我砌一些笔号出来搞够他 然后赚钱 我又不想这样 那你拆砌他来赚钱 你也没有人 不应该这样去做 我还不能找到这一件事 我又不会准备这八卡出来 让别人抽 就是说 20张给你歌的版本 哈哈 喂 不是啊 有可能有人要 有可能有人要啊 给你歌有人要啊 拍袋 这件事有点异 对啊 那些是很棒的 有得做啊 我觉得这个 林康正闪中闪的东西 你会有人抽呢 林康正闪卡对人抽呢 哈哈哈哈 要分享 那就是不能够 搞包进 或者台进出闪卡 叫做你 不能够 我不想买东西 赚钱 很难搞的 anyway 如果大家告诉我 你心目中想我继续的10个节目 那你可以pm我 让我知道 我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就是不要辜负大家的支持 也不要辜负主持人的努力